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电视剧都挺好,目前正在热播中 在剧中,郭晶飞饰演一位啃老不自知的妈宝男 倪大红饰演一位自私的作爹 虽然两人在剧中的角色非常的不讨喜 但是两人却都凭借精湛的演技权分无数 郭晶飞更是从戏里活到了戏外 令人设不讨喜,苏明成是频频上热搜 剧中的郭晶飞与倪大红对手戏很多 所以,当两位实力派演员在一起雕戏时 对于屏幕外看戏的观众来说 就是一种享受,可聊起与老息骨倪大红对戏 同样作为实力派的演员郭晶飞 以及新生代演员彭玉畅都有很特别的感受 郭晶飞在话剧舞台上演了八年的话剧 才进入影视圈拍摄电视剧的 所以,台词功底和演技都是数一数二的好 可一与倪大红对戏 郭晶飞直言注意力得特别集中 因为她喜欢即兴表演 她怕自己截不住 不仅是郭晶飞 小鲜肉彭玉畅在剧中饰演富二代小萌总 也是他也害怕与倪大红对戏 彭玉畅作为新生代的潜力骨 在都挺好一剧中 彭玉畅的演技同样获得了好评 不过,聊起幕后拍戏 彭玉畅直言拍摄的第一场戏 就是舅舅来苏家要钱的一场大戏 剧中的前辈们都在场 作为小辈的她紧张到了直言口水 因为怕自己给前辈们拖后腿 被提到是否能开玩笑 彭玉畅秒怂 并表示不敢不行非常怂 也是很可爱啦 好啦,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见,拜拜